大家好,我是头像风水时转营的主讲老师青山老师 今天呢,给大家讲解咱们第九讲的下半部分 四项在图片中代表的人和事物的定位2 那么咱们就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接着来看 怎样运用咱们头像当中呢 咱们怎么把之前学到的知识 上半节课的知识融会贯通的运用出来呢 那我们一块来看几个案例解析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张头像 我们把它呢,先分成一个四项 那我们重点来看啊 它是不是里边有一粒的平地 还有水里的倒影 再有呢,就是有这个遮阳伞 图中的这几个异象呢,它是重点 包括椅子那些呢,咱们也是能看得见 但是我刚才没提,对不对 那都是无所谓的啊 重点看这几个 我带着大家一块来分析一下 咱们首先呢,能够看出来 用这张图像 如果是男人 那男人的事业遇到了阻隔 而且犯小人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是不是左为阳 左边呢,是男人 右边呢,是女人 我们会发现这张图片的青龙方 是没有东西的,对不对 只有一把伞和这个椅子 连棵树都没有挪到最左边来 你说老师啊 我记得之前好像咱们去阴阳分析的时候啊 分析过这张图 你画了一个树缸 然后把这个椰子树分到左边去了呀 同学们是这样的 这个现在呢 咱们看法不一样了 就是太极天转换的思维 也就是当你在分析这个头像啊 用阴阳去分析的时候 那你就把左边的这两棵树 当成这个男人 把右边这棵树当成这个女人 现在呢,咱们不是阴阳 是四项了 那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析 要分的呢 更确切一些 你说老师啊 那之前阴阳分析对的 还是现在四项分析对的呀 你刚才用那个词 你说现在分的更确切 是不是咱们四项分析才是对的呢 同学们不是啊 你不能这么去理解 咱们怎么分析它都是对的 这两种方式都是对的 你就按照这种方式去分析啊 都是它的 按理说呢 信息本身该是无限量的 一张图片你要印证出来 很多角度的信息 那才对 所以呢 你去拿阴阳去分析几句 你再拿四项去分析几句 后面呢 你还可以拿五行的生客 再分析几句 一点一点往上加 那就对了 这都是对的 但是呢 你在分析的过程中 不论是拿哪个维度 咱们去看去分析啊 它一定不会相互矛盾的 你放心 如果一旦矛盾了 那说明什么呀 可能有的同学能反应过来 那说明是你抓事情 没有抓准 没有断对 才会出现矛盾 如果呢 你事情抓准了 并且呢 看得也准 看得也对 那它不会出现矛盾 你就发现 哪个方向都能够被你提取到信息 那好啊 我们再来看 在这张图像当中呢 左边陆地上那个位置 阴影是不是特别多呀 啊 就是那个树音子 阴影是什么 阴影是不是就是树的倒影 倒影是谁呢 是不是他自己跟自己的倒影啊 是不是跟他一样的 既然是跟他一样的人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女人 那跟我一样的 是不是还是一个女人 或者说比如说我是一个男人 啊 我是一个中年男人 那跟我一样的 就是另外一个中年男人 对吧 啊 他是倒影的 他是暗地里的 他是私下的 他是黑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代表暗地里的小人 好理解了啊 倒影他肯定是私下的 暗地里的黑的嘛 那为什么刚才咱们说 有阻隔之像呢 我们看到在这张图像当中 哎 如果说咱们再往前走 是不是前进不了的呀 那前面都是大海 你就走不过去了 是不是这个阻隔之像 他就出来了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啊 就是犯小人 还有阻隔之像 这两点 好的 咱们现在呢 只是从青农方提取到的信息 青农方说反了啊 那我们来看看白虎方 白虎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白虎方我们能看到两把椅子嘛 然后还有一把遮阳伞 还有树干的位置 好啊 我们来看树干的位置 放了两把椅子 两把椅子是什么 那是不是就有两个女人呢 再有呢 这个女人现在目前怎么样 两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如果说分析感情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男人配两个女人 你就直接这样去硬 这样去断 就是对的 好的 咱们再来看啊 这个女人的事业方面怎么样 目前呢 这个女人目前的事业有两个 而且现在遇到了两个投资的好机会 你只要投 你就能赚钱 你只要接 把这个接到你手里 你只要能接手 你一页能赚钱就能赚钱 为什么呢 有没有发现这两把椅子特别的亮啊 是在这种阳光的照射下 就等着人去躺 暖洋洋的等着你过来坐 过来躺 椅子是什么 椅子不就是你的工作吗 他对应的不就是你所拥有的财富吗 你就直接引你啊 直接去印证就好了 再有呢 背后是不是有一棵大树啊 有没有发现这两棵树 这两个椅子背后是有大树的 是背靠大树好成粮 所以就悠哒悠哒的能赚钱 还能有人帮扶 但是呢 要有口舌是非 犯小人的 为什么呀 有没有发现这个伞啊 是这样敞开的 像一张张开的嘴一样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犯口舌是非 犯小人啊 同时呢 因为也有这个椅子的背后 它同时还有一块阴影 所以我们分析的时候呢 一定要分析的细一点啊 看到的这个东西看到的多一点 再有呢 水里边是不是也有这个椅子的倒影啊 这也不一样 就是事业当中犯小人 犯口舌是非的预兆 好的 咱们说的这个青龙方与白虎方 那接着呢 猪雀方的元素是什么呢 是不是椰子树呀 就是正上方好多这个椰子树 而且呢 还长得有椰子 那我们来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说猪雀方代表什么呀 啊 上面代表什么 是不是代表名气 高瞻远瞩 还有远见代表未来 等等等等啊 代表你这个人在这个圈子里边的人脉 这些呢都是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有没有知名度啊 是有的啊 说明这张图像这个主人知名度是很高 很高 很好 有名气的 在这个圈子里面 还是有不错口碑 很好的 学历呢 也有 但是这个学历比较一般不算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啊 你看他是不是被切 这个树被切了 所以呢 那你就知道了啊 如果他是本科毕业的 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没有再继续深造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被切着了 就受到了阻止了 好理解吧 啊 再有呢 有一点不阻止数 也是这个椰子树的脑袋 没露拳 脑袋没露拳呢 就容易做错误的决定 而且对自己认识不清 我们之前是不讲过 一个人物如果说没有露拳 说明他对自我认知是不清的 那如果说是一个头像啊 他的树本身 哎 这个职业是繁茂的 可是呢 没有露拳 也代表目前自我认知不清啊 事业是被切了 代表阻力了 遇到平静了 没有伤身空间了 那如果说是男性了 这张头像是男性在用的话 你就告诉他 你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你现在如果有两个机会摆在你面前 但是如果投进去可能都会失败 那如果这张头像是女的 那你就说啊 你目前从事这个事业 没有伤身的空间 但是你现在应该还有两个事情 现在可能有人在找你 而且已经露出端倪了 你要如果去做这个事情 把这两个事情能够做好 他是能够做成功的 能做好的 为什么呢 咱们来看是不是左边 左侧的那两把椅子 他没有见着光啊 但是右边的两把椅子 见光了 晒的暖洋洋的 好理解吗 所以你看呢 如果是同一张头像 男人用和女人用 这个结果他还不一样啊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看以后还有谁感受啊 说老师呢 既然 哎 亲爱的老师 你现在说讲课 这个头像是个好头像啊 说这个好用 那我们都用 同学呢 不行的啊 不一样的人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再有呢 这一张图里边还能看得出来 就是丈夫犯桃花 当然了 这个不用说了啊 之前已经讲过了 好的 咱们再来看 玄武方 下面啊 就是图像的下面 玄武方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同学们分析一下 好的 好的啊 不等了 咱们首先玄武方 最映入眼帘 是不是一大滩水啊 水中还有倒影 倒影呢 是遮阳伞的倒影 椅子的倒影 还有树的倒影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倒影当中 这个伞代表什么 两把伞 就代表散 你可以直接去用散字 散开的散 走散的散 散伙的散 可能事业当中呢 有人想跟你散伙了 或者你的合作伙伴呢 想跟你散伙 或者是有竞争对手 这个都算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一样的 这两个散是一样的吗 一样就是笔尖嘛 笔尖就是跟你一样的 是在跟你争夺食物 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一个 另外有没有发现 那个散的尖 非常的尖 很尖锐 说明呢 有口舌是非 尖嘛 是口舌是非 容易有阻力 容易犯小人 还有呢 如果你再想 断的精细些 可以断呢 这个20年左右 家里边应该有这种 非常容易有 病伤灾值 当然这个是后面的话题了 后面我再会给大家 去讲到为什么 好啊 同学们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下一张图片 咱们看看这张图像 这张图片 能够看到什么 上下左右 大家想想看 先给你们几秒钟看一看 好的 不等了 首先呢 这张图像呢 我们先看最左边的青龙方 青龙方就是咱们左边吗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 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个男人呢 你说老师没有 我只看到一条胳膊半条腿 从膝盖那切开了 半条腿都不是一条腿 同学呢 你不能这么去看呢 咱们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也是人为给他划分的 在一张头像里面 你就基本上给他分一下就行 你说你不能分的时候 你说你真的把一个人 都给他切割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分析 左边青龙方是一个男人 那这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 是不是顾家的 但是目前压力很大的 而且呢 属于动中求财 经常出差的那种 对吧 而且呢 能够看出来 他有领导能力 有责任心 身边人这个力量 跟他相差全输 他呢 还是 领着这个人 而且呢 凡事都是亲力亲为的 会去帮忙 为什么有这样的断语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是在走路的呀 这个是不是动中求财 而且呢 他还领着孩子 说明他有家庭责任感的 戴着帽子 戴着眼镜 背着包 说明压力很大 而且背包是什么 是外出旅行 一个男人 你不能说事业当中 总外出旅行 要说呢 事业当中总是出差 你就这么去断就可以了 再有呢 为什么说责任心比较强呢 你看他是不是牵着孩子的呀 同样的 如果员工掉队 员工掉队了 他愿意牵着别人一起往前走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不要掉队 这个不就是轻轰胖吗 接着呢 咱们来看右边的白虎方 白虎方呢 有一位小朋友 同时呢 还有一面国旗 对不对 你说老师啊 我要分析一下 他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的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孩子 当成他的妻子 你说老师那不对 这一看就是他的儿子呀 同学 你现在不是去分析阴阳吗 那我们说了 左为阳 右为阴 左边呢 为丈夫 右边为妻子 那你就直接把他类像成妻子就可以了 那右边的图里边说明什么呢 说明妻子和丈夫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妻子的力量是比较弱的 但是他们之间呢 还是这种不离不弃 相互扶持的关系 那目前生活的确遇到了一些组织 而且呢 急需走出困境 为什么呀 大家仔细看啊 有没有发现地上的这个地砖呢 全部形成了一个一个的网状结构 那么说天罗地网啊 包括右侧 右侧右下角这个位置 还有一面国旗 说明呢 因为政策相关的原因的影响 以至于呢 让现在目前的事业压力很大 咱们就知读就可以了 好的 看了咱们的青龙与白虎 接着呢 咱们来看朱雀坊 也就是上边 朱雀坊呢 我们仔细看啊 能发现有一个小的人 能看到一个陌生人背着包 而且呢 是低矮的建筑 还有一根呢 高高的旗杆 咱们仔细看 都是能看得到的哈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这张图呢 这张图又说明了什么呢 说发展 说明未来啊 是不是朱雀坊代表未来啊 说明未来的事业发展呢 是受限的 因为正对着男人的这个位置 是好高好高的一堵墙 或者说好高好高的一个建筑物 那既然是好高的一堵墙的对应的 就是事业发展受限 空间受限 格局受限 然后呢 出去放后有个别的人 那我刚才也提到了啊 是不是很小的一个人呢 有小人 有其他的人 那就是犯小人 人际关系也比较弱 好的 同学们 接着呢 咱们再来看玄武方 玄武就在最下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到了阴影部分 还有五角星 同学们 这个阴影部分 不是别的地方来的阴影啊 就是自己的倒影 自己的倒影 是不是就是自己反过来了呀 是不是自己身边的人呢 能理解吧 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做背后犯小人 背地里的小人 但是这个小人怎么样 这个小人可有靠山 有背景啊 你碰碰他碰不动 因为这个小人呢 是倒向红旗这边的啊 所以这个小人 有背景 小人都发展好 所以同学们啊 咱们现在看这个头像 那我们分四项 这个思维 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一起呢 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重点讲了四项 所对应的人物 事物 以及在头像当中的运用 并且呢 结合了啊 尤其是咱们下半节 和结合的两个具体的案例 给大家进行的一个 细细的讲解 那么我们在下一期呢 来为大家讲解 如何从五行的维度来看头像啊 五个维度 也就是咱们的五行 我们会讲 什么是五行生克 包括呢 五行如何相生 五行如何相克 好的同学们 那我们第九讲的内容 现在呢 终于给大家啊 完整的既有理论 又有实践 那就暂时的告一段落 咱们呢 第十讲当中 下节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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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